你就像我这样,往盆里用相同的勺子加入一勺面粉,两勺面粉,一勺勺凉海糖,再加入一袋益生菌酵母粉,一勺葱花,一勺胡萝卜丁,一勺火腿丁,一勺青椒丁,再打入一颗鲜鲜的母鸡蛋,再用同样的勺子加入一勺温水 搅拌成大面絮之后,揉成光滑的面团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两勺面粉,一勺水,再加上一点蔬菜,这样做好吃的面食 夏天都给孩子这样做,做法简单又超级有营养 隔三差五就要吃一次,揉成这种软硬适中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放在一边,饧发至两倍大 接着,再准备一个小碗,往里面放入两勺面粉,一勺勺食盐 再多放上一些椒盐粉,淋上滚烫的热油,激发出香味 用热油来做油酥,吃起来会更加的香 搅拌至上酸奶状,即可 不到半小时,面团也已经饧发好了 大家看一下,饧发的状态还是不错,里面产生了很多面集的气孔 撒点干粉,放在案板上揉搓排气 做成长条 第一个剂子切的大一些,然后剩下的七成等份 擀圆,擀薄 揉上一勺做好的油酥 在中间部位给它涂圆 放上第一个小饼 再涂上油酥 一次重复这样的操作 最顶上的小饼不要涂抹油酥 直接在边缘处抹上一点清水 像视频中这样给它包起来 收紧封口 对面撒上一些白芝麻给它翻面 正面,用手拍上一点清水 撒上多一些的芝麻 拍上清水,可以让芝麻更好的粘在一起 直接放入笼屉中,饧发上10分钟 盖上盖子,冷水上锅 水开之后蒸上20分钟 焖上3分钟 一个非常好吃的千层饼 我们就做好了 这样做好的千层饼 里面夹杂了各种蔬菜 有肉还有蛋 营养也是特别丰富 一层比一层香 蓬松又渲软 早上学会这样做 比油条更健康 孩子吃着也放心 快试试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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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